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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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建筑师 青山周平 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未来空间的一些思想 今天的主题是未来的家和未来的城市 我前几年吧 就是有一些机会参加在北京的服务里面的一些 普通的老百姓的房子的改造 那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普通人的住宅的设计 那这个过程中收获很多 然后学习的东西也我觉得是很多 当时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我们这样的建筑师 做了很多这样的规模大一点的纪念性建筑 我们也拿了很多国际上的奖项 但是实际上回过头来看 是不是我们的建筑都是跟普通的生活 普通的老百姓的住宅 普通的人的家都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时候我发现 是不是建筑师需要更关注这个普通人的生活 普通人的家的这个主题呢 我们20年在中国建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房子 那这个建这个很多很多房子的过程 我觉得我们是越来越多了房子 我觉得越来越失去了我们的家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比如说现在大家在上海生活 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回老家 那很多人回家的时候 父母现在住的房子 其实已经不是我们小时候长大的一个房子 因为现在这几年中国的家庭的特点 是很多很多家庭都搬到新的房子去了 因为我们20年建了很多很多房子 我们有些房子是租的 有些房子是买的 但是我们不一定有房子 我们不一定有家的概念 这个20年越来越 因为我们有房子了 所以我们越来越不是homeless了 因为我们城市有充满的房子了 但是是不是我们越来越变成 就是mine homeless的一个状态 我有房子 但是我家是没有的 那我觉得就是城市是有这样 现在中国的大城市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形成了一种就是没有家的城市 my homeless city 就是没有家的城市 那这个是对我来讲 我现在对中国的大城市的一个了解或者想法 那我这几年也是通过自己的空间设计 思考这个未来的家或者未来的城市 怎么样通过空间的设计 建筑的形式 把我们越来越需求的家的概念找回来 那我今天希望通过四个项目 来分享我对未来的家 未来的城市的一个思考 就我把这个四个项目分成 就是S号最小的项目了 然后MLXL 那这个四个项目的特点是什么 它全部都还没有实施 还没有建成 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Future 就是未来大会 那我希望分享我的未来的项目 不是我的过程的项目 然后但是这些未来的项目 因为我们都是在做的项目 第一个是北京的一个120平民 就是很小的一个房间 但是这个项目思考的问题是新的时代的家 我们这样的家 我们这样的家庭就是后面看到这种好几个人一个家庭 我们过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家庭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家庭了 然后过去的时候我们是爸爸妈妈奶奶爷爷 孩子孙子就是几代一起生活一个家庭 那这个家庭的模式可能就是家庭1.0版本的家庭 那这个家庭已经是越来越变成爸爸妈妈一个孩子 日本的话爸爸妈妈两个孩子 过去的时候我的父母的年代 是这样的家庭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标准家庭 就是我有父亲母亲然后我有妹妹 那这个两个爸爸妈妈和两个孩子 那这是特别特别标准的日本的家庭 那这个是家庭2.0版本 那这种现在东京北京上海深圳光 这种世界大城市里面越来越 这种家庭越来越少了 这种家庭越来越变成一个人的家庭 就是家庭3.0版本 那这些数据都是东京的 但是我相信是北京市也是一样 这个数据说的是就是我们的城市 越来越变成一个人的城市 比如说东京最多的家庭是一个人的家庭 不是那种三个人四个人的家庭 东京的核心区域的话 一个人的家庭已经是超过一半 就是这个地区一半的家庭是一个人 大部分是老年人和年轻人 所以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三个人四个人 这种传统的家庭是已经是没有的 那这种我们过去的时候就是 比如说家庭1.0版本的时代 我们有这样的四合院 土楼 这样的一个适合家庭1.0版本的一个住宅的程式 那家庭2.0版本 适合这个家庭的住宅的模式 然后其中就下面那样的一个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城市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家庭越来越变成家庭3.0版本的时候 那我们的家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建筑是需要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模式 那我们这次在这个项目当中思考的 正好是家庭3.0版本 我们的家庭已经变成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 然后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这个是正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在北京的同州有移动这种普通的住宅楼 然后红色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次要做的一个120平米的一个房间 它的标准从其实特别常规的一个移动 这个住宅楼的一个平面 然后我们在这个空的120平米的空间当中 思考了这个家庭3.0版本的一个住宅的情况 我们先研究很多现在我们所看到 各种各样的平面图 复兴图 那我们觉得这些平面 这些复兴 都是为了结婚婚姻关系的男女 和血缘关系的孩子一个或者两个 把这种家庭的模式为目标的一个平面图 那这个已经不是我们要的 这个就是家庭2.0版本的一个平面 我们需要突破这个平面 所以我们先把原来的这些隔场都拆掉了 然后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中间有一个这样的庭院一样的 这个大家的一个公共空间 把周围就是做一些其他的房间 比如说这种就是这个平面图的话 就这种中间是一个庭院了 就是外面是住的地方 做菜的地方 然后食食的地方 就这种一个具体的公共空间都在它的外面 一圈是它的外面 然后中间是一个多公共的 有点像庭院一样的空间 那做完之后就是有点像这样 房子的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庭院一样的空间 它是多公共的 然后周围都是抬高 然后中间是稍微是这样站下来的 所以这个回栏的部分就是也可以坐下去 然后从下面看的话 它有这样的一个屋顶 有点像核院那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空间 把这个屋顶拆掉的话 那它变成这样的一个 就是周围有一个卧室啊 卫生间啊 洗澡的地方 有浴缸 就这样的都在它的周围 然后它卧室的话其实不需要很大 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睡觉在里面 所以这些卧室是特别小的 但是它的外面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公共空间 一个人也可以 两三个人也可以 然后五六个人也可以 然后七八个人也可以 然后大家都来一起看球赛 它不是封闭的家庭的一个空间 更多的是一个人一个人 这种个体时代的新的家庭的 我觉得是一种可能性的一个住宅 我们现在在做宣发 这个也是马上要实施 然后这个是S号的最小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房子 那下一个是M号的 它是比刚才大一点三千平米左右 然后这个项目探讨的是就是住宅的一个私密性 和它的这个 因为我们看 我们现在了解的住宅就是这样 家庭人员的私密的生活空间 它跟外面的城市没有关系 它只是家庭人员 就是私密的生活的一个空间 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住宅的一个模式 但实际上这种住宅的模式的历史 不是特别长 大概是250年之前 工业国民时代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住宅慢慢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之前并不是这样的 那工业国民时代的时候发生什么呢 它的工作的模式变了 之前是我们是在家里面也可以工作 家就是生活和工作结合的地方 但是工业国民时代之后 工作变成上面那样 只能在大的工厂里面 它有噪音 它有噩蓝 它只能从住宅的地方 比较远的地方工作 所以这个时代慢慢开始 就是家越来越变成 就是家庭人员 仔细生活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 已经不会在那种工厂里面工作 很多人现在在机场里面工作 在驱逐车上面工作 飞机上面工作 在公园里面工作 那我们现在或者未来 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是不是又可以回到一起呢 这个项目是这样思考的一个项目 正好位置大概是在 这个秦桓岛的一个海边的一个区域 周围是类似这样的一个 普通的一个住宅区域吧 然后中间的这个空地 是我们这次要做这个年轻人的新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地方 那我思考的就是刚才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城市是这样 我们的家和我们的工作的地方通过火车或者地铁连起来 它是一个两个很远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这次把这个家的空间和工作的地方 就希望就是结合在一起 它是一个下面是一个工作 下面是生活 它又是工作又是生活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概念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建筑的一个布局 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住宅的模式是这样 但是它其实是考虑的问题是更多的是经济性和规范 就是它的移动建筑和移动建筑的距离 一般来讲它是采观它的当地的这个规范来定的 那南北方向是这样的距离 然后一个建筑是一个建筑 东西方向就是大概是消防的最小距离 然后就是它南边的房子是矮的 然后越北又越高 因为它不会挡住后面的这个采观 那我们这种房子的布局的话 就移动建筑和移动建筑的中间的空地 它只是一个空地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不会在这个地方 发生很多人和人的交流 因为它是没有为了这个目的来形成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这次把这个建筑的布局 希望就是改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宣定它的这个建筑和建筑的中间的公共空间的状态 然后把它通过这种各种不同的高度和高度来 做一个比较丰富的公共空间 那这个地方出现了这种 这种住宅的一个模式 就下面是工作的地方 下面是一个生活的地方 所以它是从下面看的时候 它会看到它的建筑和 其实这个项目的话 建筑和建筑的中间的这个广场的部分 是最核心的地方 形成这样的一个大家的交流的一个空间 然后二层的这个通道的地方 就是原来只是连这个一个建筑和一个建筑 但是这次的话更多的是 它是一个交流的一个地方 这个是三千平米大概是四十八户的一个社区 那四十八户这个数据也很重要 因为它 我们大概是一般四十个人五十个年的时候 它是有一种群体 就是一个社区感 这样的人数是比较合理的一个社区的一个规模 所以这个是M号的三千平米左右的一个房子 那下一个是L号 那它是大一点的 就是它是四万四千平米 就是然后七百六十一户 然后在武汉那边 然后我来北京大概是十三年 然后十三年之中大概十年左右 一直在北京的福通里面 这个是我现在住的福通里面 然后我在福通的感觉 感受到的东西就是这样 它是我自己的房子是特别小 但是我在外面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随时可以买菜的一个市场 那对我来讲 这个空间是我的冰箱的一部分 虽然我自己的厨房是四平米普道的 特别小的一个空间 但是我在外面有第二个冰箱 第二个厨房 除了厨房之外也有这种第二个客厅 我自己的家里面的客厅是特别小的 但是在外面有这样的一个客厅 我自己没有餐厅 但是外面有各种各样的餐厅 各种各样的酒吧 他可以和朋友一起吃饭或者一起喝酒 那我自己的家里面也没有书房 也没有很多书 没有书家 但是我要工作的时候 我可以去 也是走着几分钟的距离的这家咖啡厅 那这家咖啡厅 就是我的家的延伸 就是我的书房一样的一个空间 我的感受是 我自己的房子是特别小 可能四十平米普道的一个小房间 但是周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点 其实都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家的延伸 书房里面家的范围和房子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房子是特别小 但是家是很大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在书房里面 也是经常看到这种没有穿衣服的人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 在这种城市的公共空间里面 可以不穿衣服呢 因为这是一个外面 但是我后来发现 对他来讲 这个不是他的城市的公共空间 更多的是他是在自己的家里面 他心里当中 这个是他自己的家里面 不是城市的公共空间 因为他觉得他的家的范围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房层中上面的十几平米的自己的房子 他周围的地方都是他的家 那这句话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 就是城市是大的家 家是小的城市 这是很早的一个 以太利的建筑师说的话 城市是大的家 家是小的城市 那这句话 其实我觉得是正好是在胡同的生活里面就看到的 那这个是刚才说的一个状态 我自己的家是可能 这个是红色的这个房子 可能很不大 不是很大 但是周围的这几个地方 有的是我的厕所 我的朋友的家 然后有的是书房 有的是卫生间 有的是这个 各种各样的 我可以平时使用的空间 那就是这个意思是我的房子是在中间的 红色的地方 然后整个这个地区范围是我的家的范围 这是胡同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家和房子的一个概念吧 那我们这次把它 希望就是立起来做成一个高楼 那是高楼 中间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然后周围有不同的公共的空间 我可以去使用 那这个是我总顿楼 还是我自己的家一样的感觉 那这次的厦目是武汉的这个地方 这是西中心的一个角落的一个地方 现在是停车场 那我们这次这个地方 要做一个50层200米的一个超高层的一个住宅楼 那可能普通的状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般来讲 我的房子是红色的地方 我平时 比如说我住20楼 然后下到大潭 然后上20楼 然后下大潭 其他的楼 比如说30层40层50层 都跟我没有关系 我的房子和我的家是一居的 那我们这次把刚才的胡同的概念 就结合在一起 那我自己的房子可能在20层的这个地方 但是下面有各种各样的 我可以平时去使用的空间 去上30层阅读 然后40层看电影 然后45层跟朋友玩游戏 就是整个楼都是变成我的家一样的空间 我自己的房子是很小的 但是总栋楼是我的家一样的感觉 然后最后一个是XL的这个项目 它没有任何的一个面积 它是也可以有很大也可以有很小 所以我做这个XL的一个项目 然后为什么我对这种小的盒子感兴趣呢 这个还是我跟我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有关系 比如说这个是整个日本的1955年到现在的整个的经济的一个变化 那这个总体来讲就是原来是特别好的 然后经过几个我们也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稀有危机啊泡沫经济啊 就是整个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处心 那整个日本的经济的状态和我自己的人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是80年出生 然后大概高中的时候慢慢对建筑感兴趣 然后就是18岁的时候上大学 然后05年研究生之后来到北京 然后就是现在18年7月份就大概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表就是一个整个日本的经济的情况 和我自己的建筑市的人生的一个比较 那简单一点说的话 我出生之前是日本的经济是特别好的 有很多很多项目的机会 然后就是我出生之后 日本的经济就是越来越不好 然后我要毕业了 然后我要做自己的建筑市的人生 我要做很多项目了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日本的经济就是百分之一 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项目的一个状态 所以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大学的很大的这个作品 这种场馆就是程序规划 那这些我们前一辈的大学们做的一些设计 我们虽然是很喜欢很佩服他们 但是这个东西跟我这样的80年之后 之后的建筑市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能对更小的空间还是更有兴趣 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中国的大城市的建筑 大城市的房子也越来越小 我们过去的时候可能可以买一百五十平米 九十平米 那现在越来越只能买五十平米 只能买二十平米 然后这个就是越来越小 那可能就是我们这次能不能变成就是 是不是变成六平米 那这个其实也是中国的大城市里面的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们可以租的可以买的房子越来越小 那建筑市其实是能不能在这种越来越小的空间当中 可以做大的生活呢 就是房子的面积小 不同于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家是小嘛 所以我们在小空间里面可以做一些大的生活 我平时很多项目的灵感是我自己来 自己在厨房里面生活的一个场景 比如说这个场景也是我在厨房里面 每天早上看到的一个场景 他们把自己已经不用的椅子啊桌子啊 这些东西摆在外面 自己也用 别人用也没关系 也有这种晾衣服的一些 家具 他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外面 但是别人不能拿走 但别人用没关系 但是别人拿走就不行的 因为我平时要用 然后也有这种桌子 他自己也用 他自己不用的时候 别人用也没有关系 也有这种很可爱的一个小洞子 就是这种家具已经变成半公共半私密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所以我开始研究 都收集这种 这种福通里面的半公共半私密的家具 然后他其实后来发现很多很多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福通里面发生的这种 比如说捡头发啊 一起打牌啊 一起喝茶 一起聊天 这种各种各样的热闹的生活的 其实它的关键的地方 其实都是围绕着这种半公共半私密的家具的 周围上面发生的 那对我来讲就是 福通就是这种充满半公共半私密的家具的程序空间 那这个灵感就变成我这次的这个想法 我们的家可能过去 原来是比如说三百万四百万 我们要几十年的贷款的买的东西 能不能变成这种很简单很轻松的一个盒子一样 和家具一样的东西呢 那我们把简单一点修的话 我们把这个大的具宅就是缩小到最小 然后就是大概是白色的一个盒子 白色的盒子大概是六平米左右 刚才的最右边的一个面积 然后它是里面是有一张床 一张床 然后一张桌子 然后外面是摆一些自己可以需要 自己的生活需要的一个家具 它有各种各样的大小的 也有这种小的 也有稍微大一点的 然后也有下面就是有屋顶平台的 然后也有最右边的是 它是有带loft的 下面是工作的地方 下面是睡觉的地方 那它是可以移动的盒子 所以它只是需要有一个电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的方向是把这个电 是通过无电的无线充电的方式 有点像手机还有电动汽车的 它们的充电的方式来解决 地面上面有一个无线充电的一个模块 然后就是每个盒子有一个充电器 然后它盒子需要充电的时候 可以推到这个充电的模块的下面 它可以充电 当然将来我们不一定浓熄这个 但是最小我们现在的阶段 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方案 在家具厂里面 就是在做一个实验和打烟 因为我们也没有做过 这样的一个盒子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现在跟一家家具公司合作 然后我们在工厂里面做一些实验性的东西 现在上次我这个是最大的盒子 就是我们可以 就我在下面就可以推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人的 最小的一个充电的一个盒子 然后所以这个盒子的社区 它并不是固定的一个平面 它是一级一 中间要做这个音乐的会的时候 它把盒子挪开 然后把这个中间的空间大一点 那音乐会结束之后 就又变成另外一个状态 那它的整个的平面 今天是这样 明天是那样 后天是那样 就是一直在变的一个社区 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社区 然后很多人问 如果是这样 就是把自己的衣服啊 自己的书啊 都摆在外面的时候 别人拿走怎么办 但是实际上这个 现在因为很多公司 现在在做无人潮湿 那无人潮湿的技术 其实跟这个社区的技术有点像 就是我们平时不看的时候 我们不用的心理商 很多我们的物品 可以都摆在外面 那比如说我要用这个东西 我随便拿走 那它系统可以知道 谁拿走 什么时候 然后在哪里 那这种系统覆盖这个社区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平时不用的心理商 书看完的书 很多物品也是可以被共产的 这个方案 其实现在我们是想落地 第一个地方是在福建的泉州 那我们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是原来一个卖菜的批发市场 然后我们把这个一层二层三层 这一二三层的空间通过刚才介绍的这种盒子的方式 把它改造成全州市的年轻人生活的一个 一个新的生活空间 那一层是对外开放的一个区域 它是有咖啡厅啊 商店啊 书店 健身房 那二三层是它的住宅 就是对内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区域 它的平面 如果是按照普通的方式改造成住宅的话 可能是这样改造 就是它中间做一个 一个通道 那可以做16个房间 但我们这次把这个平面 通过刚才介绍的盒子的方式来改造 它可以做23个房间 那它的 微中间和洗澡都是 左右这个地方共享的 然后中间 其实重要的是这个黄色的一个区 整个是它们的可以充分的地方 虽然我自己的盒子是特别小 可能就是五六平米 但是外面 这个整个黄色的地方 我都可以去使用 这个是它的这个盒子的 社区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也是跟当地的 将来有可能就在这个地方的年轻人 叫过来 然后跟他们一起思考 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盒子 然后他们自己画自己的性格 他们的爱好 他们比较喜欢的东西 然后他把自己的盒子 放在自己喜欢住的位置 然后这样就是它形成一个社区 然后我们有几个盒子是不是住的 就是公共的 大家一起讨论公共空间 公共的盒子 将来怎么用 所以因为这种是我们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其实我们 其实是农作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是一半 后面我们做完之后 陆住的人其实也需要自己一起 比如说订这个生活的规则 就是它其实运营 后面的运营很重要 我们设计区不仅仅是做画图 或做模型 就是可能也是跟这种当地的 有可能的居民一起交流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觉得也是未来的设计区的工作的一部分 那这种这个盒子的方向 这个盒子的项目为什么它是XL呢 它是最大的规模呢 是因为它将来是可以复制 因为中国现在大城市里面 会出现这种很多原来做写的 原来做包的这种建筑 越来越空出来了 那这种空出来的地方特别多 所以就是这个其实是有可能是 最大的一个规模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把这个项目放在这个XL 最大的规模的一个地方 那今天讲了这个 分享了这个 S号开始到XL的 不同的规模的一个建筑和思想吧 今天讲的四个建筑的方向 就是把它做成一个 有点像城市一样的一个图 那对我来讲 这个就是一个充满家的概念 建筑和城市 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很多有房子 但是越来越没有家的建筑和城市 那这个就是对我来讲 就是家是 城市是大的家 然后家是小的城市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对我来讲 这个状态就是我的 未来的家 未来的城市的一个状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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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